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收看星期一晚的周一长探 我是这一集的节目主持人梁英年 通常我在这节目访问一些嘉宾 都是加拿大本土人 今天有些特别的 请来一位嘉宾 他不是加拿大本土人 他在加拿大工作 他是代表台湾在加拿大工作 他是台湾驻温哥华经济文化办事处长 刘纳恩 刘处长 欢迎你 刘处长 Rano 你好 我今天想跟你一起谈谈 很多最近在加拿大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现在在传媒或大家 扭开电视新闻看的时候 每天都离不开 有关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 而在这个世界大事上 加拿大是其中一个很积极的参与者 大家看到总理杜鲁多都已经不止一次 不止两次 我们的外交部长 国防部长也多次去到欧洲 跟欧洲的盟友一起商量 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好了 我说一下在加拿大有很多不同地方来的移民 而来自台湾的移民也不少 究竟来自台湾在加拿大的华人 他对于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 你怎么看法呢 所以刘处长 按照你所看到的 在这里的台湾来的移民 在今次乌克兰事件上面 他们怎么看呢 站在哪一方面 谁是谁错 或者是他们可以做什么呢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乌克兰人 开始起来声援乌克兰 还有各国的政府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开始在提供各项的军事物资 以及人道救援的协助 台湾政府也是同样做出相应的协助 但有关台湾的移民在温哥华地区 还有在多伦多地区 甚至在整个加拿大地区 听到这样子的声援活动 他们也都参加了当地的集会 来声援乌克兰 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的外交部成立了一个 乌克兰政绩专户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募到了 3200万美元的原款 要来协助这些流离失所的 在欧洲各地的乌克兰难民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募集了 很多的物资350万吨 然后捐赠到了透过东欧的国家 包括捷克斯洛伐克 还有波兰等等国家 捐助给这些地方的 NGO团体还有政府机构 来协助这些难民 所以全世界包括加拿大 美国的台湾移民 其实都对乌克兰世界 非常关注 也觉得自己是感同身受 希望能够 台湾能够跟乌克兰站在一起 加拿大很多人对于 这次的事件都给了很多 捐助出来的 而加拿大政府也跟加拿大国民说 如果你是去捐一些政府认可的慈善组织 你每捐一元 政府也会匹配另外一元来捐赠出去 所以有一个配置 变成加拿大人的捐赠 捐一元就会变成两元的捐助给乌克兰 但我们看到 在加拿大一般人的反应 也是很关心 乌克兰现在在战祸当中 流离失所的人 也有很多移民来加拿大 但我们也会想起台湾 其实台湾现在的景况 有人说可以跟乌克兰 有一些地方是接近的 但双眼不会是一模一样 因为受着另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威胁 那会不会因为这次俄罗斯 不管世界对他的谴责 甚至是制裁 继续去攻打入侵 乌克兰 那台湾生活的人民 台湾政府 会不会因此就更加紧张 去预备更多的军备 来去避战呢 很多人拿乌克兰这些事情 跟台湾做比较 因为乌克兰受到俄罗斯 很强大的军事攻击 那对 甚至于现在 联合国也把俄罗斯的入侵 视为一种战犯 战犯 然后台湾其实从以前开始 就受到中国军事威胁 那从去年2021年 其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 对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 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就超过1000架次 超过1000架次 所以台湾受到中国的军事威胁是立即的 那当然还没有是像乌克兰这样子 受到战争的立即的威胁 但是这个潜在的威胁是在的 所以呢 最近国际对台湾的支持声量是不断的提升了 提升了 尤其是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 欧洲议会还有意大利的国会 还有美国的参众两院 其实都通过决议案 呼吁这个对台海和平安全稳定的 更加的重视 那这个全球分为民主跟集权两大阵营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台湾受到更多西方国家的支持 那我们也希望加拿大政府呢 能够对台湾也能够对台海和平的安全稳定 给予同样的重视跟支持 我听过一些国家的外交官 在今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上 归咎乌克兰 说你觉得这么小又不够力 你就不要跟个大脆人打架 你都不试自己去看看自己有多少力量 而加拿大也一样 虽然台湾和加拿大 在很多的基本人权、民主、自由 这些价值上都是很接近的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加拿大又不像美国那样 我们不是军事大国 我们不可以被飞机、大炮 有坎克车去帮台湾防卫 在这些重大的事情上 加拿大可能在我们的口头上 正如我们的部长总理说 我有宣传的力量 我们叫人开会就很厉害的 但在实际上 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到台湾 避免台海有冲突 以至到人命伤亡呢 就是加拿大可以给台湾什么样的支持跟援助 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吴部长在不久之前接受Globe and Mail的专访 就有提到说 其实可以从经济上面着手 就是我们知道加拿大现在也在拟定这个印太战略 他希望能够分散在亚太地区的市场 那现在今年1月呢 台湾跟加拿大的贸易部长 进行了第一次的视讯会议 双方同意呢 针对台湾加拿大的投资保障促进协定 进行探索性讨论 那我们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尽快地跟台湾呢 完成这个探索性讨论 那进入正式的资商 这是从投资协定的角度开始切入 那同样呢 我们知道去年9月开始 中国跟台湾都申请加入这个亚太地区 现在最重要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CPTPP 那身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 台湾呢 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我们也在法律的修改上面呢 比方说在劳工啦 在环保啦 在中小企业啦 在能力建构方面 我们都做好修法的准备 就是为了要加入这个 高标准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那我相信台湾的加入 对加拿大 更深一步的进入亚太市场 其实只有利没有弊 那所谓的利呢 其实就是能够借由台湾的 在经贸方面 还有在开拓市场商品化的能力方面呢 能够借由台湾来深入这个东南亚 或者是亚太地区 那所谓的币可能加拿大比较担心的是 中国的经济制裁 那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加拿大 一个民调公司所做的民调 60%以上的加拿大公民 那尤其是65%以上的卑诗省的审民 其实是希望能够减少 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因为很怕过度的依赖 会害怕被中国经济制裁 那但是其实 我相信加拿大政府会 仔细地考虑这个 加拿大人民的想法 然后往正确的方向来做决定 你和加拿大政府 无论是联邦省 或者是市的官员接触的时候 他对于台湾的反应 会不会因为中国在背后 说不要有官方接触 你觉得是很困难 还有是有点左手左脚这样 其实的确就是加拿大 一向的对中国政策 都是很谨慎小心的 那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等国家 所以希望 而且加拿大跟中国的 经贸利益的考量 所以他一向跟台湾 抱持谨慎小心的态度 但是因为乌克兰事件 也因为香港港版国安法通过以后 还有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我们看到现在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已经不是一个民主的选举了 所以还有新疆维吾尔 中国在新疆维吾尔人权的事情 也被加拿大的国会宣称是一个 就是种族灭绝的一个行为 所以在这种种的国际情势的变化之下 其实加拿大的各级政府的官员 三级政府官员 其实也越来越体认到这个 跟理念相近国家 跟自由民主 重视人权国家合作的重要性 那像我刚刚提到了G7 meeting 然后还有美国参众两院的决议案 还有美澳以及美韩的这些 high level的meeting 他们的声明都支持台海和平自由稳定 那也支持自由民主人权 在印太地区国家的民主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也呼吁加拿大政府 能够往这个方向来做决定 那我先想问你 是跟政府官员来往的反应 一般你都觉得是很支持 但是在加拿大的政治 问题是有不同的党派 执政现在是自由党 之前就是保守党执政的 现在自由党执政 又有官式反对党 又有其他的反对党 有新民主党 灰人集团 绿党 还有人民党 那在加拿大的政坛上面 特别是讲联邦的政坛 因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是外交的关系 在不同政府执政 自由党执政 保守党执政 又或者反对党 他们对台湾和加拿大的关系 会不会有些不同的看法 都会有些争吵呢 那其实我们 其实在跟加拿大的三级政要交往的时候 是不分党派的 那我们也只要愿意跟台湾提升台价关系 我们都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正面的发展 那我们看到了卑诗省 有一些国会议员 比方说 Jenny Kwan 她也很支持台湾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权发展 那我们也看到了 Alberta的拼字歌 Michael Cooper 他其实也在去年的加拿大的国会里面提出加台架构关系法案 那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那也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 也支持提升台价关系 所以不管他是哪一个党 只要他能够支持促进台湾跟加拿大之间的双边关系 都是我们想要交往的对象 你真是一个很聪明的外交官 你提了Jenny Kwan NDP Michael Cooper Conservative 对 而从台湾现在官方往来的 是执政自由党Libro 你提了所有的党都 所以你真是一个外交官 面面俱缘 刚才提到 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最近刚才你提到 就是Fripper的开拓性的谈判开始 希望可以日后 谈到真正是Fripper Fripper之后就自由贸易 一步一步来 但是中国就很忌惑这件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就说任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就不应该与台湾有任何官方往来 但是我们是听到一月份的时候 加拿大就派出了一个部长 就是Mary Ng 五凤儿 她就有关于贸易的 贸易部长 真是代表政府 对 做到台湾的一个 我看你们出来的资料 那个人不是部长 我写着委员 跟你们的代表 一个委员 就是大家谈开拓性的自由贸易 第一阶段 就是保护外来的投资 Fripper的一个谈判 那是不是因为 怕中国制裁 所以台湾出了一个委员 而不是一个部长呢 其实我们跟Mary Ng 部长对谈探索性对话的那一位部长 他的姿势呢 甚至比部长更高 对 比部长更高 对 是身份来的 对 他其实是因为他过去的经历都是在掌管就是台湾跟世界主要经济体 主要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所以他非常的有经验 可以说是一个很专业的官员 那他的那个正式的职贤是政务委员 行政院政务委员 也就是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那我们蔡总统主要是看重他在财经方面的背景 以及对自由贸易协定 以及全世界的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的了解 所以希望能够借重他的专才 来为台湾的跟加拿大的投资保障协定 甚至进一步的那个自由贸易的那个开放 能够做主谈人 那当然了去年其实我们的经济部长 经济部长王美花其实也有跟Marie Ng部长 在APF就是亚太这个APF加拿大的智库 所做的一个视讯对话里面有做对话 所以其实两位重要的自由贸易操盘手在台湾 其实都有跟Marie Ng部长做过对话 所以其实台湾有关于贸易的部长 已经在去年就透过亚太基金会 就跟加拿大的贸易部长已经有过一个对话了 所以这次这个政务委员 其实就是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就比一个Minister更高一级的 所以也是一个官方的代表 跟加拿大在来往 那会不会呢 其实台湾和一些和你们有来往的国家 在贸易方面的来往 是因为中国经常用这个叫他所说的 好像汪文斌外交部发言人 说一中原则 那就像金刚哭那样 就哭着这些外国 就不敢和台湾有一些官方往来呢 那加拿大和中国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叫做一中原则的呢 其实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一中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主张的 他就认为台湾是他的一部分 那个其实是跟加拿大的一中政策 也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加拿大是take notes of one China policy 那就是加拿大政府认知到中国的这种看法 那但是呢他可以在比较非政治的敏感领域 跟台湾在经贸在文化在教育在原住民议题 很多其他的领域跟台湾 认为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国家 然后能够跟台湾做非官方的交往 所以其实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哦原来有这么大的分别 所以加拿大你是知道 中国是怎么看台湾这个问题 我们是知道 不要说我承认、支持、同意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刚才刘处长你解释 但刚才你提到 我们现在开始了 这个有关于VIPA的第一阶段 开拓性的谈判 刚才你也有提到 有关CPTPP的 但是我们知道 台湾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一个成员 为什么作为一个WTO的成员 台湾也是APAC的经济体 所以每一年我们的领袖代表 都会被邀请参加APAC的经济会议 有关FIPA这个协定 其实2013年 台湾就跟加拿大提出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也许 加拿大在顾虑中国 是不是也要跟加拿大谈投资协定 所以一直都 也许一直都没有做出决定 可是在去年 2021年5月 加拿大提出了新的版本的FIPA 就是其实它不是只有针对台湾 它是针对全世界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它其实是这个新版本的FIPA 台湾的新版本的FIPA 其实是借用跟欧盟的 欧盟的那个投资保障协定 还有CPTPP的有关投资的章节 所以来创造一个新的Template 新的那个版本 然后其中呢 包括了Gender Equality 有关性别平等 有关原住民的经济利益 还有就是最惠国待遇 还有国民待遇 其实又有一些很新的贸易概念 加拿大都把它放到里面了 所以它应该是相信 台湾在这些领域都能够 就是能够跟进 都能够配合 都能够配合 所以呢 所以越议跟台湾开始启动 探索性讨论 那我相信如果 如果台湾都能够 符合CPTPP这样高标准的要求 我相信它很快就能够通过 加拿大的门槛 然后进入正式的台湾 啊 我们开始明白多些了 因为这些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的谈判 里面牵涉到很多不同的范畴 刚才你说到 比如在环保 劳工的权益 男女平等 等等 大家都要接近一些才能够谈 所以我也想到 这个CPTPP 里面 现在已经有11个国家了 中国又说加入 台湾又加入 我们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在这个时候 他就说 我不可以做决定 我也是回到CPTP的大会 大家11个国家一起谈谈 但是我就害怕 因为你看 中国又说加入 台湾入 我们真的信得过程 失嫂而很难做 给了两个入 只给台湾入 不给中国入 会被人说 又不知怎样 你作为台湾的代表 中国和台湾差不多同时间申请了 你怎样去叫加拿大支持台湾加入呢 我们其实对于WTO模式 中国先加入台湾后加入这个 我们并不认为 它真的会适用在CPTPP上面 因为CPTPP是一个很高标准的 自由贸易协定 它讲求的不是政治力 它讲求的是体制 是透明度 是transparency 是你可不可以符合它 对成员国对于自由贸易 开放程度的要求 如果你不能让外国的投资者 专业人士 自由进入你的国境 去做投资的话 那你如何成为这个 多边贸易体系的一个成员呢 所以就像邓政中政委员所说的 我们知道一定会受到中国政治力的干预 这是毋庸置疑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应该要认定说 有多边的自由贸易体系设定的标准 来衡量你是不是有资格加入成为会员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还是讲平等公平 用两个一起来看 哪一个能够符合到这个大会的条件 做给谁加入 不需要跟着 一定要中国进入了 我们才可以看看台湾是否能进入 不要说这些政治问题 就纯粹是一个 这些组织 你想做什么 就跟着那些条件 来看这两个申请者 另外 台湾很多时候都想 其他国家支持 加入一些国际性组织 最多人说的是 WHO 然后就说可以在大会上参与 加拿大现在对于台湾 加入这些国际性组织 国际参与对台湾的重要性在于 其实台湾已经是 世界公共卫生议题 还有在民航的议题 还有在国际的议题 都是重要的 在世界扮演重要的角色 比方说以COVID-19来讲好了 当初台湾的一位专家就发现 是世界第一个发现在武汉 在中国的武汉 其实有一个人传人的病毒出现 而且它会造成世界的病毒的流行 当时我们传给WHO的讯息 并没有受到重视 就是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参与 这个世界卫生体系的 这个很重要的组织 如果台湾能够有意义的参与 现在我们争取的还不是正式的会员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正式会员 但是就在4月8日 美国副国务卿 国际组织的副国务卿 公开的支持台湾成为 表示公开支持台湾成为 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 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 那很多理念相近的国家 包括去年加拿大政府 也在G7会议里面 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 所谓有意义参与就是 我们可以成为observer 我们可以得到世界卫生组织 给我们的有关任何流行病 或传染病的讯息 那我们也可以做contribution 所以呢 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 只要台湾的 台湾 台湾已经发明了 我们自己的COVID-19的疫苗 那台湾在公卫体系 在医疗方面 其实在世界上是很具水准的 所以如果台湾能够成为观察员的话 我相信台湾可以在这个领域 做出更多的贡献 那今年5月28日 世界卫生大会也即将开始了 希望能够加拿大政府在内的 能够支持台湾的这个参与员 即是加拿大到现在未表态 不像美国那样 已经有政府官员表示支持台湾 今届以观察员身份 去加入这个大会 所以你还要继续游说 继续努力 那在加拿大 我们在华人社区 很多时候都看到一些 来自中国大陆的讯息 因为它可以透过WeChat 也在本地有很多人为它发声 但是我真的 可能比较孤陋寡闻一些 我就不是看到很多台湾 在媒体上面 或者在这个电子的通讯世界里面 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 有这么多外部的宣传机器 和人帮它做事 那如果我们想更多了解台湾 或者台湾现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 你没有一些渠道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观众 是更加了解台湾的 其实台湾真的是在假讯息这一方面 还有就是那个网络攻击方面 就是每天都受到 来自台海对岸的攻击 那我们台湾 在台湾的部分 其实也成立了 在行政院底下 也成立了一个专责机构 那跟民间的NGO合作 共同地来去发现 然后去打破这个假讯息的攻击 那在加拿大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 其实很多的社群媒体 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我想说 在台湾其实我们有 我们有加强这个对假讯息辨识的教育 那在这边呢 我是觉得如果在这边只阅读中文的Canadian Citizen 也许是很多的移民 亚洲的移民 其实我鼓励他们能够多看看其他的 不是只有WeChat或微博的新闻管道 其实比方说华尔街日报或者是BBC 还有美国的纽约时报 其实都有中文网站 他们都有非常高水准的中文报道 那其实现在网路也很方便 其实台湾很多的媒体都是自由的 有中央社 有自由时报 有联合报 有中国时报等等 当然每一个媒体都有它的立场 但是呢我们要多去涉猎这些中文网站 然后呢去了解说 tell the difference 到底那个讯息 比方说之前外交部就一直听到一个假讯息 有人在网路上宣传说 台湾一起跟西方国家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所以就有人网传邀传说 我们的驻俄罗斯代表处会被close 事实上这就是假讯息 那我们做法就是马上报警 告诉警察机关 而且去查它的那个IP位置是哪里 然后把那个散播不实讯息的人 神志依法 那同时呢 我们也要发布新闻稿 然后马上告诉大众说什么才是对的 多谢跟大家说了那么多 不同的渠道都可以拿到一些讯息 自己去看完来自不同来源的讯息 去做一个比较 究竟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你自己去相信哪一样呢 就是你自己决定了 这个就帮不了你了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就很多谢 台北驻温哥华的 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刘立恩 跟大家说了那么多 有关于台湾和加拿大的讯息 多谢你说了那么多讯息给我们 观众听 谢谢主持人 谢谢龙翔频道 今天邀请我来跟大家对话 那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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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